CPI通胀再次好于预期 但投资者应该乐观吗? 市场现在博弈的三条逻辑 未来看点在哪里? 美国消费者下半年会如何? 今天我们通过美国银行的报告 还有几篇文章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印度的芯片梦破碎了 昨天富士康宣布撤资印度的晶片厂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季度PC电脑市场有复苏的迹象 马斯克又创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直指OpenAI?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集体高开 中午出现小幅下挫 最终三大股市都全人收涨 其中纳斯达克涨超1% 标普百涨到0.74% 板块方面 仅有四个板块涨超1% 其中通讯交流和公用视野领涨 都涨了1.5%左右 医疗和公用板块下跌 跌幅都不到0.3% 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下今天最重要的新闻 美国6月的CPI通胀数据 今天三大股指纷纷高开 显示因为CPI数据出现了利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次的CPI数据怎么样 又会对利率预期有什么指引 数据显示 6月 美国的CPI环比上涨了0.2% 低于预期的0.3% 全年的涨幅为3.0% 也低于预期的3.1% 这也是自2021年3月来的最低值 更为重要的核心通胀 环比也仅上涨了0.2% 低于预期的0.3% 全年涨幅下滑到了4.8% 也是低于预期的5% 好于预期的数据 显然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 不过从CME的反应上来看 投资者普遍认为 这个数据并不会影响 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预期 现在7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依然在92%以上 影响的主要是第二次加息的情况 投资者更加认定 美联储已经不会再加第二次了 9月之后的会议 利率保持不变的概率都出现了上升 9月份不加息的概率超过80% 12月份则接近60% 那么我们就来看细分数据 这次住房依然是上涨的大头 而且占比变得更大了 贡献了这个月70%的涨幅 而好消息是 从数据上看 住房这次终于出现了较为确定的放缓 6月的住房环比上涨了0.4% 低于上个月的0.6% 4月份也出现一次0.4的环比涨幅 但那次主要是因为酒店价格下滑导致的 关键的租金价格依然坚挺 而这次放缓是因为屋主等值租金 Owners Equivalent Rent出现了下滑 这个租金是屋主估算自己的房子能租多少钱 在住房中的占比很大 年性很强 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放缓更具持续性 住房当前的同比涨幅依然为7.8% 未来还有不小的下滩空间 接着我们来看商品端 这次商品端环比下滑了0.1% 同比涨幅为1.3% 是拖低通胀的重要因素 其中二手车价格在6月下滑了0.5% 同比的跌幅为5.2% 新车价格则环比零增长 同比涨幅为4.1% 服务端环比上涨了0.3% 同比涨幅为6.2% 其中交通运输环比上涨了0.1% 同比涨幅到8.2% 这个同比涨幅乍乍一看很大 但之前交通运输都是双位数增长 所以这次也算放缓明显 医疗服务则没有增长 阿基认为 这份通胀报告好预期值得欣喜 但和我之前强调的一样 这次包含了很大的基础效应 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 这样的降幅会持续下去 对于美联储来说 这份报告好预期 更多值降低了鹰派成员的一些紧迫感 但由于薪资涨幅还很高 整体经济增长还是很强 所以通胀反复的风险还在 美联储也不会就此罢售 接下来就需要看美联储的关注点转向哪里 是更满足于当前的成果 愿意给更多耐心 还是依然紧张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周一的视频还提到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就是当基础效应消退 民意通胀出现回升的时候 美联储会作何反应 美联储传人统Nick就指出 加息周期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步快跑 指的是去年激进的加息 第二个阶段是放慢速度继续加 第三阶段是停止 让真实利率上升 抑制经济和通胀 今年的核心问题 就在于美联储什么时候会进入第三阶段 这次报告出来后 美联储的真实利率 从民意和核心膨胀的角度都为正 阿吉稍微解释一下 所谓真实利率 就是民意利率减去通胀 现在美联储的民意利率 为5.1%左右 高于民意的CPI 也高于核心的CPI 所以真实利率为正 当真实利率为正 会对经济更有抑制的效果 这是因为 正的真实利率 代表存钱会让你的购买力提升 所以消费者会更愿意存钱 企业们也需要更高的回报 才会扩张 这就起到了抑制经济的作用 按照预期 如果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持续发挥效果 那么通胀接下来还会下滑 让真实利率上升 进一步抑制经济 形成循环 这就是上面说的第三阶段 到了明年 美联储为了防止真实利率 过分抑制消费 就会降息 让真实利率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胀 从市场的角度 这次的报告 也可能让交易的逻辑 再次出现转向 这段时间 有三种逻辑一直在相互博弈 一个是经济过热 担心通胀反复和加息 一个是衰退 担心企业的盈利下滑 还有一个是通胀放缓 但是经济不衰退 代表盈利会坚挺 值得乐观 可以说整体而言 上半年我们都处于第三种情况 这次报告出来后 再次降低了市场 对通胀和加息的担忧 但通胀下滑 对于企业盈利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 就在于企业盈利 如果盈利和指引都坚挺 那么未来几个月 依旧会走第三种逻辑 市场大概率也会上涨 如果盈利或者指引不如预期 那么就要走衰退的逻辑 这也会是贯穿 整个财报季的重要观察 如果你想要在 接下来的财报季 进行股票交易 那么有一个可靠的券商 必不可少 TradeUp是老虎证券 在美国的独立运营品牌 成立于1986年 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投资服务 TradeUp拥有自清算牌照 同时也是美国几大交易所 和美国金融监管局的会员 受到严格的监管 TradeUp的特色是成本低 不仅股票和期权交易免手续费 期权更是零合约费 而且融资利率也是行业新低 年化利率仅1.99% 直接让利给投资者 TradeUp除了成本低 功能也很有特色 个股分析功能 可以提供准确的数据范围 和做空量的数据 估值分析板块 可以帮助投资者 对比相关指数和行业情况 此外 基本面分析 技术面趋势 和支撑压力位分析 可以帮助投资者 了解到涨跌趋势 个股的财务和简矿页面 展示了公司的财务报表 重要的公司行动 和机构的持仓 这会为我们投资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辅助我们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目前 TradeUp正在进行夏季促销活动 从其他券商转移到TradeUp 即可获得最高的200美元转户费补贴 同时还有机会获得100美元的现金券奖励 使用专属链接在TradeUp开户并入金后 可获得最多5只赠股 说完通胀 我们再来聊消费者 今天 美国银行发布了他们的6月份 消费者观察报告 我们通过这份报告 再结合几篇文章 来给消费者的情况做一个更新 把握好了消费者的情况 能够对于我们判断经济和企业盈利 有重要帮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美银的数据 6月 美国人的卡类消费同比下滑了002 这个跌幅和5月大体持平 反映消费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中 高收入的群体消费 略低于中低收入的群体消费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灰线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 它比红线和蓝线都要低 这两条线有点重合 红线是中产 蓝线是低收入群体 从类别上来看 商品端消费在6月转正 这是自2022年6月以来的首次 如果除去疲软的油价 商品消费还会更强 服务端也有所反弹 报告指出 服务端从年初就开始放缓 但是否会持续地下行 还需要再观察 美英还发现 租房一族的消费 比有房一族的下滑严重 根据CPI的数据 租金通胀 从2021年的2% 上涨到了今年3月的8.8% 而最近几个月 仅有小幅的放缓 这就在蚕食租房一族的 可支配收入 反观有房一族 由于房贷利率是固定的 就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加剧 有房一族消费的下滑 都小于租房一族 不过即便是这样 他们的差距并不是非常大 租房一族的消费增长 只是比有房一族低了2% 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餐饮消费还在增长 6月都为正 在学生贷款方面 美英也做了深入的分析 这里面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将近45%的学生贷款 都在收入最高的群体上 高收入的群体 通常有着更高的学历 也就因此背上了更多的贷款 收入越高 一旦学生贷款恢复 相对的承受能力 也就会越强一些 可以减轻对消费的影响 但坏消息是 除了年收入高于25万的群体之外 其他的所有人 在学生贷款恢复以后 都要做一定的消费取舍 右图中 是拿消费者今年5月的钱 流入账户比上前流出账户的情况 蓝色的柱子是实际的情况 红色是加上学生贷款的情况 可以看出 只要加上了学生贷款 几乎所有的收入群体 流入和流出的比都低于1 这就意味着 收入不够支撑 他们当前的消费水平了 只能动用存款 或者降低当前消费 而说到降低消费 今天的几篇文章 就在反映消费者正在这么干 根据NIQ的数据 美国的牙膏、洗衣液、洗衣粉 还有厕纸的销量 同比下滑了4% 整体的这些 非食品消费必需品 同比下滑了5% 食品和饮料 也同比下滑了2% 彭波就说 有些消费者 已经不买洗面奶了 也不买T恤膏 一块肥皂就搞定一切 像保洁的货运量 就连续四个季度下滑 美国的返校开支 也是美国消费的重要部分 德勤的最新报告就预计 今年的返校开支 会同比下滑10% 而返校开支 对年底消费旺季 是一个重要的指引 鉴于这种情况 Target和沃尔玛 都推出了返校的折扣 其中就5毛钱的笔记本 阿基认为 从上面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知道 下半年消费进一步下滑 几乎是一定的 美联储最少也会在7月份 再加一次息 给消费更大的压力 现在的关键在于 一 是否会比市场预期差 二 是否会引起裁员 三 是否会影响信贷 根据FAX的统计 分析师们 对四季度企业的盈利预期 是同比会上涨7.8% 就结合当前的信息 我认为 接近8%的增速 会很有挑战 不排除未来 会显著地下调 如果盈利下降到一定程度 那么就可能 逼企业们进一步裁员 也会提升他们的违约概率 失了业的消费者 也更容易拖欠 和违约已有的贷款 下面我们来看 科技方面的消息 苹果iPhone供应商 富士康 昨天宣布 在印度撤资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次的重大决定 是关于印度半导体晶片厂的 合资项目 不到一年前 富士康就和印度石油龙头 威达塔达成协议 要在印度总理穆迪的家乡 投资这座晶片厂 总价值为195亿美元 富士康会占股40% 这也会成为 印度第一家半导体代工厂 可是现在 富士康突然宣布退出 就让很多分析师认为 这是对于印度芯片梦想的 一个重大打击 两家公司一开始 都没有说明 合作终止的原因 但外界议论纷纷 一位印度政府部长 就出来安抚说 富士康的退出 对印度的芯片制造 不会有任何影响 富士康也补充到 他们没有对印度的 芯片产业发展失去信心 退出合作项目 是因为项目进展不够快 存在我们无法克服的挑战 和一些外部问题 威达塔也表示 已经找到了 其他的合作伙伴 建立芯片厂 全球顾问公司 奥布莱特·Stonebridge 就解释说 富士康撤资的明显原因 就是缺乏明确的 技术合作伙伴 双方都没有开发和管理 大规模半导体业务的经验 随着全球对芯片需求的激增 印度就希望抓住这个机遇 融入全球的芯片产业链 并计划在未来成为领导者之一 总理穆迪在2014年 就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 去年 印度又建立了一个100美元的基金 来支持芯片产业的发展 并希望这个基金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来印度芯片领域投资 上个月 美光就宣布 将在印度投资8.3亿美元 建立一家半导体的组装和测试工厂 给印度直接和间接地创造 2万个工作岗位 英特尔的前印度裔高管 Darm就表示 印度发展芯片的困难很多 首先电力不能有故障 基础设施也还需要完善 很多物资清关 现在甚至需要几周的时间 水资源也很重要 但现在印度的水资源严重紧张 就更不用提人才了 虽然印度有数以万计的工程师 在和全球的顶尖半导体公司合作 但在生产制造所需要的原件物理 制成技术知识方面 印度没有人才 阿吉认为 发展芯片制造本来就需要极深的积累 并不能够一蹴而就 所以富士康推出这个举动 并不能算意外 我们投资者也不需要过度的解读 任何高精尖产业的发展都会磕磕绊绊 只是从一个侧面再度证明了台积电的稀缺性 PC电脑市场有复苏的初步迹象 根据研究机构Canalus 全球的PC市场在二季度下滑了12% 原小于之前几个季度30%几的跌幅 其中 返校开支是支撑这次业绩的重要因素 在各大厂商中 苹果的交付量涨得最凶 市占率从6.4%上升到了11% 这主要归功于新的MacBook Air的强劲需求 行业龙头联想 市占率则出现了小幅下滑 从将近25%降到了23% Canalus的另一位研究员也指出 库存在二季度进一步下滑 代表整个行业正在准备经历触地反弹 不过整体的交付量会比2022年低很多 马斯克又开了一家新公司 这次直指OpenAI 根据最新的消息 新的公司名字叫XAI 使命是要了解宇宙的本质 团队成员包括 原先谷歌、微软、OpenAI、Twitter和特斯拉的员工 而且他们很多都参与了ChatGPT的项目 也参与了之前AlphaGo的项目 之前马斯克就表示 有些遗憾也有些讽刺 自己当初创立OpenAI 就是为了降低人工智能的威胁 本来应该是个公开透明的非营利性组织 结果自己当了甩手掌柜以后 现在变私有化了 于是他想再创一个来重新竞争 周五XAI的成员会在推特上接受问答 明天盘前就有达美航空和百事集团的财报 大家别忘了关注哦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知数出不易 爱情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